我心目中新青年的标准是 不管生活中还是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 能够不断地去提高自己 给身边的人 给身边的小伙伴 带来正能量 然后积极向上的力量 以及热爱生活的动作 恭喜个人练习生蔡徐坤 第一个出道 恭喜 大家好 我是9%队长蔡徐坤 我是9%队长蔡徐坤 我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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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写的 其实也想给到海外的一些爱坤 一些回馈吧 所以也会选择先去海外 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公演 给大家了解到 最近我在做的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音乐的表达形式 这次的公演是DJ秀长条 一半一半的形式 其中有几首歌曲是有改编的 那还会有我DJ系列的新歌 还会有一首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歌曲 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最近其实在编曲上下了很多的功夫 慢慢的把自己录音的方式 有一些新的调整 这几次的跟国内外优秀的音乐人也好 导演也好的接触合作中 都能够感受到 大家对于这样的艺术性的东西 都是非常的包容 而且非常的有追求 我更愿意去做 能够碰撞出不同的想法 这样的一些合作 我觉得是不断的在吸收 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会有强迫症 我会有自己追求完美或者说较劲的时候 所以我会在不同的时间段选择不同的方向去创作 然后去表达 但是我觉得不能把创作的东西完全当成一个期限 或者说当成一个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完成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觉得不太现实 这样出来东西也不一定会好 我觉得还是追求真实的灵感吧 不管是音乐创作还是在舞台表演上这一块 其实都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难关 我觉得要清楚自己擅长的是什么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于去挑战 乐于去尝试的人 像You Can Be My Girlfriend这样的歌曲 就是专门为他们创作的 对 因为他们跟我是一个组合的 因为看过我微博的那个封面 对 我们是一体 这孩子太行 所以我们俩都是伤害者嘛 我觉得这个真的谴责一下网力暴力 给一人造成了很恶劣的受备影响 用这些up 认识到法律责任 偶像被允许自刑吗 可以不用大声喊 就让人相信吗 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吗 那其实大家现在提到一些 包括流量啊 包括年轻艺人啊 大家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大家这种误解 是不是会太深一些 我觉得既然会有刻板印象这个词 就证明它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永远都会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 我们一定要去打破它 我觉得要尊重和理解 那不要干扰到你自己就好 所以你会有感到困扰的时候吗 不会 因为我知道那是刻板印象 现在粉丝越来越多 私生活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你会有多长时间 给自己一个 比如说沉淀的时间呢 对我而言 我待在录音室 或者说我待在 自己的 创作的小空间里 那个就是我的喘息的时间 对我没有把它当成工作 对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状态 是你觉得最好的状态吗 我前几年的状态 也是很好的状态 我现在的也是很好的状态 一个是更加自如 一个是更加的是 掌握了所有自己的主动权 包括你掌握了这些技能了之后 你更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风格来创作 所有能够让你变成现在的自己 都是有原因的 当下的每一刻都是安排好的 都是对的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